OK,你看到右上角的時鐘,四點鐘就知道這是一個深宵的課堂了 好,又到了Maya 去 Unity 的時間了 其實只是想將Maya 裏面的Models 還未穿骨 透過 Adobe 的 Maximo 幫你自動穿骨,以及選擇Animation 然後將Animation 搬到 Unity 裏面做一些實時的動畫 OK,我們開始了 你看到我們有一隻很帥氣的火影的卡卡西 Polygon Can 就一般,一萬多個 本身是三角形 用了三張 Texture,分別就是你會看到 你會看到的就是一張 Base,就是Body 黑色的眼珠,以及紅色的眼珠 那這隻Models 怎樣使用呢? 那我怎樣可以放上去幫它自動穿骨呢? 如果我不想在Maya 裏面做穿骨的話,很簡單 第一件事一定要做的,就是你起碼要有個 就是你起碼要設定了 Project 我設定了在這裡 第二, Project Windows 你要齊 第三,看清楚究竟你們的 因為你放到 Unity 裏面的話 你一滑過去,其實所有的運算是用 Meter 所計算 所以你記得在 Myer 的 Settings 裏面 看清楚究竟這是不是 Meter OK,如果搞定的話,那你就可以 Export 了 在 Myer 裏面 Export 呢? 其實你有一個叫做,譬如我選擇了這隻東西 我可以選擇 Send to Unity 但是我一般都很少這樣做的 我多數直接是 Export 的選擇 那我選 Export 呢? 那我選 Export 呢? 那我選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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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port 呢? 第一,你一定要選擇 FBX 呢? 那我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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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BX 呢? 但是 Embed Media 呢, 記得要 Take 了 意思是什麼呢? 即是你要把這張 Texture 或者這些 Texture 保留 有機會不成功的, 不過就判掉了 最重要最重要的就是去到 Advanced Option 裡面 Units 如果你的本身是 Meter 的話 那 Scale 的 Factor 1.0 就很適合的 比較重要的就是 這個 FBX 的 File Format 其實有很多你選擇的, 2018 或者 2018 都有的 如果丟上 Adobe 的 Maximal 呢? 記得, 記得, 選擇 2013 搞定, 接著就 Export 了 搞定, 你看這裏呢? 出來了 卡卡西 FBX 看看剛才我們的 My Projects 我有個叫做火影的 好, 出了一個 FBX 了 好, 出了一個 FBX 了 那這個 FBX 怎麼用的呢? 我就去回網頁那裏呢? 我就去回網頁那裏呢? 那你就不要問我啦 那你自己應該會有一個 FBX 了 錄音完之後呢? 你應該會有一個這樣的版面 可能是一個, 沒什麼所謂的 Character 或者是 Animations 沒用的, 這些是人都知道你拿別人的東西的啦 那就千萬不要 那麼愚蠢, 拿這些交功課啦, 死硬的 OK 那麼 Upload 你們自己的 Characters 選擇 去回剛剛卡卡西 FBX Open OK, Just a moment 就在你眼睛還未斬完的情況之下, 其實你已經把你的Model Upload 上來了 Feed 了 如果 調轉了的, 你就自己轉一下 那大家記得 記得啦, 這個是正面 好, Next 很簡單 它會問你, 下巴在哪裏 下巴就在這裏 大約啦, 大約可以了 手腕 手腕 在這裏 手肘 大約在這裏 膝頭 膝頭就在這裏 以及 盤骨位的 這裏 OK 最重要的是, 它會問你要多少截骨 Standard Skeleton 65 截, 即是每一隻手指都有骨 你可以選擇三截 1 2 3 1 1 1 2 好, 但這裏 很夠的啦 冷一點的, 要兩截 手指弓 以及四隻手指 這個有時候就沒有指印啦 或者是No Fingers, 不想要的就 一楷 不參賽啦 其實, 它是3吋 1 2 3, 起碼要指印 Next 等一等它 等分力兩分鐘 其實就不用兩分鐘那麼久 應該差不多了 看它轉一轉一轉一轉 OK 完成 你看到 哇,立刻穿骨了,是不是黑科技呢? OK,來到這裏,我很滿意了,按你便Next 然後它就會問你,是否用這隻新的character 不然也不會上載,是不是? OK,扔上來了 扔上來之後,要做些甚麼呢?很重要 第一,下載 下載你的model,要T pose OK,下載了 卡卡細1,因為我剛才下載過一次 第二,選擇Animations OK,譬如我想它有一個idle的動作 就是很空閒的時候,沒有東西做的時候的動作 譬如我想選這個 這裏呢? 嗯,又或者是 選個好一點的,不用 沒有那麼多動作 多數是這裏,它動作得很厲害的 因為在打架之前的姿勢呢 你便有點煩 因為你要遷就前後腳 那idle呢? 多數是站在那裏,按一下 這樣便是最好的姿勢來的 譬如,看這個 看這個好不好 有一點點動作 看不見 有一點動作 看不見 有一點動作 好像中眼睡 中眼睡 那一個,不要去看 這個 這個 OK 那,Feed 那你便下載 那當然啦,你可以自己調整 好,譬如手有多大 打得多開 那我不會這樣站 是不是? 縮一點 OK 那你下載了一個 那,剛才你下載了一個Model 那你今次的下載呢? 正是下載動作 OK 多少個Frame per Second 30都很夠了 其實坦白說 這次的下載了 With Skin 即是你連個人都下載了 With Skin 即是你只下載動作 OK 這樣我下載 那我現在有一個Idle的動作 那我就下載多 兩個 例如走 最壞就是沒有火影跑 如果不然就可以要火影跑 那 那 嗯 選個 在喪屍走 沒有理由 對吧 選個受傷 好嗎? OK 譬如我選這個 受傷 記住一件事 它們現在是會有步移的 會動的 你見不見 一定要Take In Place 選擇了之後 它便會原地走 再下載 Without Skin 我下載了幾個 結果 剛剛是下載了幾個 这个可以继续收取,然后再去下载 刚才我下载了一堆的,这个idle 这个idle不太好,还有这个,刚才下载了一个,我们下载了一个名字 刚才的卡卡西,这个是T-Post 对啊,这个是同一样的 我告诉他这个T-Post 有一个walking,应该有intradwalking,所以这个不可以绝 我收集了一堆,有一个T-Post 停地移动,找袋子,指着人 受了相限和收拾东西 好,那如何使用呢 Mire 都可以收买了 我直接去我的Unity 里面 我开一个全新的 给你们看一下 我开一个Unity 盒 其实我已经开了一个Realtime Animation01 我开一个新的看看 那譬如现在 它叫卡卡西 它叫卡卡西 英俊一点 ok,那我create 这个机子太慢了 这部机 太慢了 这部机 等一會 搞定 我開了一個新的Project 這裡有很多東西 我習慣上會在Access內自己開一個Folder 這個Folder就會把我印刷進來的東西自己放在這裡 譬如它是屬於卡卡細 好 我去自己的Folder 那怎樣做呢? 其實就很麻木地把剛才的東西全部拉進來 OK 在這個時候 可能會有些很不幸的事發生 看看這個人仔 發生了什麼事呢? 是純白色的 意思是什麼呢? 意思就是慘了 沒有了 Texture 怎樣足夠呢? 沒有了Texture 這個真是很離奇的 有時候是沒有問題 有時候是有問題的 沒有問題的時候當然大家很 很暢快 做得 OK 有問題的時候 也不是大問題來的 我多數都會開一個 Folder 那你要做的 其實就只是把 你的圖 放回去 把Maya裡面的幾張texture 放回去 在這個時候 這樣很煩 每一次都拍過 其實又不是的 為什麼呢? 其實你看到選擇 T-Post的Model 這些是一些動作來的 不用你去 這裡有個Materials 如果你們細心看看的話 你就會看到這裡有些東西 是 missing的 沒有Materials 所以呢 所以你們要做的 其實就是 就是 把Materials 打開 因為你有個 UV 其實就不用 怎麼離去 譬如這個 我譬如叫 卡卡西 的body shader 用著Standard scene 用著Standard scene 我不特別趕著 但是 次下會有一個 Tutorial 教大家 把你的圖 拉回去 這裡 其實就是Diffuse 的意思 Battle 就是你的Diffuse 那 教它Smoothness 對於是 它反光很厲害 我多數教它 不反光先 之後會再調整的 現在不靚 不要介意 完全沒有問題 同道理呢 我會開多一個 它的射兩眼 射兩眼 英文不懂 放到這裡 就算了 反光嗎 還好 沒什麼問題 其實還好 反多一點都行 很多個 普通的眼睛 一樣 拉回顏色 OK 這樣就完成了 在這個時候 看回你的小印 沒有了的 簡單 選擇不可以 剛才是這個 Body 黑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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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紅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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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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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拉一拉去場景 看看吧 Py 錯了 紅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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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這個 紅眼 Apply OK 完成了 對 按照 在這裡 就 下載了 一隻 的 人 下載了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